回到国内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是花莲慈祭大学 日前传出有一名学生 他因为咳嗽呼吸道感染还有发烧的症状 一度被认为是感染了武汉肺炎 难道他转院之后检查确诊的是 罹患了肺结核不是武汉肺炎 而这名学生他也休学治疗中 在3月9号的时候 因为咳嗽呼吸道症状发烧到诊所去就医 那医生判断就怀疑他是肺结核 所以就将他转到花莲慈祭医院 那也经过慈祭医院胸腔科的医师确诊以后 这个为肺结核 那也在3月30号就开始就医了 那目前这个孩子休学回到南部的 卫生福利部的胸腔病院来住院治疗 由于肺结核也是法定传染病 因此卫生局请校方 紧急通知确诊学生的同班同学 以及他曾接触过的学生 一共有100多个人分两梯次 返校进行X光检查 检验到底有没有遭到感染 确保师生的健康 感谢观看